大家好,以前我老爱看香港的疯狂卫视 还有他们出的疯狂周刊 虽然香港人从来不看 但是我觉得疯狂卫视也好,疯狂周刊也好 还是挺能开阔我的视野,丰富我的头脑的 不过最近这十年我也基本不看了 感觉他们每况愈下,质量越来越低 没有什么东西了 今天咱们聊一下疯狂卫视和东方卫视 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媒体都曾经报道过的一个事情 当时的记者还是卢宇光,他还挺有名的 2009年的2月15号,有一艘货轮叫新星号 在公海上遭到了一艘俄国军舰的开火射击 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那么军舰打了500多发子弹和炮弹 终于将这艘货轮击沉了 有几个重点要知道一下 第一个,这个被击沉的是一个别国的货轮 而不是军舰,也不是海盗 第二个,开火的这个地点在公海 不是在他们自己国家的领海 第三个,这个军舰在公海上没有执法权 第四个,这个事件造成了三人遇难 七人失踪,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视频 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遇险事件 这起事件造成三名船员遇难,七人下落不明 美联社昨天公布了一段记录俄方向货船开火的视频 俄罗斯方面当天也承认确实向货船开火 但是称事件的责任在于货船方面 而船主昨天发表声明 公布了事件的详细经过 表示责任完全在俄方 美联社公布的这段视频 记录了俄罗斯边防船和货船冲突的过程 不久后,新星号货船开始倾斜 昨天,俄罗斯边防部门承认 俄方边防船确实在追结新星号货船过程中向其开火 但强调,这是因为该船违法穿越俄罗斯边界 并拒绝俄边防巡逻舰命令其停船的要求 俄罗斯边防安全部门还表示 新星号船长以主发动机失灵 船舱进水为由 做出用两艘小艇疏散船员的决定 但小艇在冬季风暴条件下 不具备保护船员的能力 最终导致船员失踪 因此船长该为这一事件负责 而预险的新星轮船主发表声明称 俄罗斯边防巡逻舰是此次事故的肇事元凶 声明说 2009年1月3日 新星轮从泰国曼谷装载大米 于1月29日到达俄罗斯的纳霍德卡港 在卸货完毕后 俄方代理迟迟不为该轮办理离港手续 经多方努力要求办理清官卫国 船长在欺租人的同意下 于2月12日晚开航 2月13日 俄方因新星轮没有办理手续擅自离港 派出边防巡逻船追击 并在追上后用重机枪和火炮不断射击该轮 开火射击的时间长达数小时 船窍多处破损 海水涌进货舱 最终导致新星轮轻浮 因此 俄边防部队对于此次事故应付全部责任 目前 由俄罗斯边防总局 俄罗斯外交部等机构组成的调查组 已经抵达纳霍德卡边防总队海上支队 展开对事件的调查 俄远东军事检察院地方分院也对此事件刑事立案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艘货轮被击沉到底是罪我赢得 还是这个军舰滥用武力呢 被击沉以后 为什么很多船员没有被救助上来呢 而导致失踪呢 那么这艘货轮呢 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过 要被军舰用炮轰呢 刚才这个视频里也说了哈 俄方的认为呀 过错全在这个货轮的船长 俄方的没有一点过错 2009年2月20号凌晨 那么俄外交部的发言人安德烈 驳斥了外界对于啊 俄军舰滥用武力和见死不救的指责 他说了俄罗斯边防军呢 是被迫向这艘货船开火的 那么新兴号沉没 并导致啊 多名船员遇难的这个责任 应该呢 都由其船长来承担 那么俄方呢 对这样的惨剧呢 感到非常的遗憾 但是过错方啊 完全在新兴号货轮 那么对于俄方的表态呢 同一天下午 这个新兴号所属国家的外交部 欧亚斯司长 紧急召见了俄罗斯公使 莫尔古洛夫并且呢 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表示呢 对俄罗斯外交部 就新兴号事件的表态 无法理解 不能接受 2009年1月3号 这个新兴号货轮呢 从这个泰国啊 装运了4978吨大米 供应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 于1月29号当天 到达了俄罗斯大货德卡港 但是呢 在去卸货的时候啊 俄罗斯收货方呢 声称大米啊 发霉了 所以呢 强行啊 将这个全船的大米啊 都没收了 并向这个新兴号的船长呢 表示要向法院起诉 要求呢 新兴号赔偿33万美元 并要求呢 扣押新兴号货轮 那么俄方港务局呢 也不给办理啊 新兴号离港的手续 所以呢 这个新兴号货轮呢 只能被迫滞留在 纳霍德卡港 大米这个货物没了 船呢 也被扣押了 货款呢 还没有收到 2009年2月12号 这个新兴号 以排废水为由啊 在获得自己船中的同意以后 逃离了俄国港口 那么俄罗斯安全总局 滨海分局边防总队声称呢 俄边防部门啊 于2月12号发现 这个新兴号货轮呢 违反了俄国出境法 擅自离开纳霍德卡港 非法穿越俄罗斯海域 那么俄罗斯边防总队 立即派出啊 两艘炮艇进行拦截 那么俄炮艇在追击中呢 要求货轮呢 停船进行检查 但是呢 被拒绝了 所以呢 俄军舰被迫三次 向货轮呢 发出停船警告 并且呢 俄方要强调 是货轮呢 倚仗啊 自己的敦位大 并没有把炮艇呢 放在眼里 继续逃逸 所以呢俄边防军舰呢 被迫射击 那么谢星号的船主啊 在2月19号 也发表了声明 谴责呢 俄罗斯边防军 是肇事的元凶 称呢 在这个卸货过程中啊 遇到俄罗斯收货方的勒索 而卸货完毕之后 对方呢 迟迟不给船只啊 办理离港手续 2月12号 谢星号呢 终于获得同意后开航 却在公海呢 遭遇俄方军舰的追赶和炮击 导致啊 货轮沉没 那么船主还认为呢 俄军舰呢 有无数种方法 来能使这个商船停下来 而不应该开火 将其击沉 那么船主啊 对俄罗斯所谓的 用尽了所有办法之后 被迫开火的这个说法呢 表示强烈的不满 俄罗斯外交部啊 在2009年2月21号深夜 再次发表声明 称对于事件的悲剧后果 造成人命伤亡 表示深切的遗憾和哀悼 声明呢 还指出事件责任 完全在于西星号的船长 指责他不负责任 罔顾俄罗斯法律 危害西星号 以及船员的安全 2009年2月24号 海山崴海上交通运输检察院 检察长指出 而检方认为呢 包括被救的三名船员在内的 西星号全体人员呢 并没有触犯俄罗斯海上运输法律 应该呢 无罪释放 2月25号凌晨 被俄方扣押之人呢 获得了全体释放 好了 今天这个小节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长按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